抛弃我多年的妈妈和我相认没多久,她就把同母异父的妹妹拉到我面前。 你老公和你妹是真爱,她现在怀孕了,你离婚吧,离婚后妈给你找一个更好的。 我看了眼我妈给我介绍的男人,家穷人丑,一米四九,小学文化,农村户口。 很好,是亲妈,只是我忘记告诉她了,和妹妹好上的男人并不是我老公,而是我老公的司机。 晚上十点,我刚做完面膜准备入睡,就收到了我闺蜜的微信。 千亿,睡了吗? 我打去她,今天怎么这么客气了,你有事求我吗? 闺蜜秒回,不是,有事求你我就直接说了。 就是有件事,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了,但是我想想还是告诉你比较好,毕竟家贼难访。 到底怎么了?你怎么神神秘秘的? 我满脸问号,闺蜜从来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,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,我很好奇。 我怀疑你妹妹想勾引你老公,这几天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和我打听你老公的事,今天还和我要了你老公的号码。 我觉得她很不正常,你最好防着她点。 我立刻坐起来,闺蜜这么说我真的觉得意外。 虽然我和我妈相认后,第一眼见到这个同母义父的妹妹,就觉得她不是省油的灯,但是我没想到她会这么不要脸。 你确定?我是胡说八道的人吗?不过你放心,我防得死死的,她来公司这几天连你老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。 而且你老公眼睛里只有你,这是谁不知道啊? 我就是想想觉得隔应,才告诉你防着她点。 她看我沉默,立刻安慰我。 我笑了,那你把我老公的联系方式给她了吗? 当然没有了,我脑子又没被驴踢,把电话号码给她。 闺蜜,你疯了吗? 我微微一笑,她既然想要,那就把张琳的电话给她。 闺蜜反应了几秒,才想起来,她隔着电话发出坏笑,真有你的。 我怎么没想到呢? 一个冒充总裁,一个想勾搭自己姐夫,这简直绝配啊。 这个张琳是我老公的远房亲戚,整天游手好闲,没个正经工作。 看在亲戚的面子上,让她给我老公当司机。 结果司机没当几天,我发现她居然在朋友圈用我老公的车冒充高富帅。 再一打听,还祸害了好几个小姑娘。 本来我是想开了她的,既然这样,那就先留她几天吧。 我把她的电话给我那个便宜妹妹,如果她老老实实的,那自然相安无事。 可如果她心术不正,那就只能是自食恶果了。 第二天一早,我妈就给我打来电话。 喂,千亿,妈妈有点是想和你说。 我妈的语气里带着讨好,我不用猜就知道肯定是没好事。 我没好气地回复,有事就说,我很忙的。 我妈犹犹豫欲递,嗯,你和妈见一面吧,有事咱们当面说。 我被她纠缠得没办法,只好开车去了她订好的餐厅。 一进包厢,我就看到我那个便宜妹妹李若若搂着我妈坐着,见我来了。 露出一脸讨好的笑容,姐姐来了,快来坐。 我妈也笑着,朝我招手,先吃饭吧,这家的菜很好吃的。 我把爱马仕包包往桌上一放,李若若立刻露出贪婪的目光。 我面试一笑,拉开椅子坐下,我很忙的,吃饭就算了,有事你就说吧。 我妈和李若若对视一眼,然后看向我是这样的,妈妈想买套房子, 可是手头呢,还差点钱,你能不能帮帮妈妈? 果然不出我所料,除了要钱别的也不会找我,要多少。 三百万,你老公这么有钱,妈知道这点钱对你来说就是小意思了。 她满不在意地说着,好像三百万真的不算多大的数目。 我看了她一眼,嘴角泛起冷笑,你当我开银行的。 我没有钱,有钱也不会给你的。 她听我这么说,立刻变了脸色,谁不知道你老公是富士总裁呀? 三百万,你能没有?我真是白养你了。 我露出讽刺的笑,你养过我吗? 我两个月大的时候,你不就和别的男人跑了吗? 她被我对得哑口无言,一旁的李若若茶里茶气地开口了。 姐,你也别这么说,妈这么多年,一直在想你。 她说着,就要来牵我的手,被我一把甩开了,你算什么东西,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? 她被我甩开后退了好几步,差点坐在地上。 你,她用手指着我,你不就是嫁了个有钱的老公吗? 没准你老公哪天不要你了,你就倒霉了。 她这话一出,我心里有了底,看来闺蜜真的没有冤枉了她。 她对我老公绝对有贼心,你有本事就再说一遍,我语气冰冷,李若若不服气,还想再说,被我妈拉住按回座位,牵翼啊,你别理她,她就爱胡说八道,你别往心里去,我让她给你道歉。 李若若扭过头,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,我冷哼一声,可别,我可担不起。 我抓起包,扭头去了厕所,刚进去隔间,就听到外面传来我妈和李若若的声音。 妈,你看那个徐千亿,这么拽,不就有点臭钱吗? 有什么了不起,还不都是副总的钱? 我妈接话,她现在是总裁夫人,你忍着点吧,我们得哄着她,才能骗她给我们点钱话。 你说,你进了副总的公司,也有些日子了,怎么还没动静? 我昨天加上副总的微信了,我们聊了好几句呢,感觉副总他对我也有好感。 哼,徐千亿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看副总对她也不是真心的,到时候有她好哭的。 我妈的声音立刻扬起来,真的假的,你可给我好好聊,争取把副总抢过来,到时候我再想要钱,就不用看那个死丫头的脸色了。 李若若炫耀着说,放心吧妈,我绝对给她们脚合离了,到时候我就是总裁夫人了,我肯定会让徐千亿跪下来求我。 说完,她俩做着成为总裁夫人的白日梦,有说有笑地出去了。 我从隔间里走出来,看着她们的背影冷笑,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觉得难过,因为我对这个妈一直没什么感情,或者说我从小就看清楚了她的为人了。 她在我出生没多久的时候,就因为嫌弃我爸穷,和别的男人跑了,没照顾过我一天。 前些日子回来,也是听说我嫁了个有钱人,成了总裁夫人才联系我的。 其实她不知道,更有钱的是我亲爸。 我爸在她走后发了横财,一跃成为本事首富。 我和老公的婚事其实算是门当户对,根本不是我高攀。 可这些,我暂时是不会告诉她的。 我等着她后悔莫及的那一天。 至于我那个便宜妹妹李若若,还妄想成为总裁夫人,下辈子吧。 但是总裁司机夫人的位置等着你呢? 我打电话给老公,最近把车给张灵开吧。 既然要做戏,那不得做全套吗? 晚上老公回家,搂着我发问,老婆,白天电话里没来得及问你, 怎么突然要让我把车给张灵开? 你不是打算开了她的吗? 我如实回答,李若若想勾搭你。 张灵爱冒充你,你说这两个人是不是绝配? 我给张灵添砖加瓦,让他俩自食恶果。 老公一脸疑惑,李若若又是哪一个? 有什么大病? 老婆你别着急,告诉我,我去整死她。 我柔柔老公的头发,浅笑着说,你忘了,她是我那个好妈妈和别人生的。 不过不用你对付她,因为我还有丈要和他们母女一起算。 老公一直没有见过他们,因为我实在不想和我那个妈有太多的牵扯。 她恍然大悟,原来这样啊,老婆,你怎么解气怎么做?老公永远支持你。 我听了以后,请了她一口以示奖励。 她很激动,老婆,要不这样吧? 你让刘姨把我不穿的衣服都找出来,送给张琳。 当总裁的嘛,不穿两件像样的衣服怎么行? 我和她对视一笑,我发现老公这家伙其实也挺坏的嘛。 隔了几天,我妈给我打电话,说是要请我去她家吃饭。 我知道这肯定又是一场鸿门宴。 这是我第一次登她家的门,不是我有多心软,我只是想报复她。 当年她和别的男人跑之前,还拿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。 我那时候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,仅有的那点钱其实是我爸东拼西凑借来的。 那是我的救命钱啊,可她居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就偷走了,仿佛我不是她亲生的女儿。 当然如果不是爸爸现在的妻子李阿姨拿出自己的嫁妆救我,我恐怕早就死了。 在我心里,李阿姨才是我的亲妈妈。 本来她回来后,我还抱有一丝幻想。 如果她后悔了,我可以考虑放下过去,和她保持表面的关系。 甚至因为她生我一场,对她好一点。 只是我没想到,我低估了她那颗贤贫爱富的心。 她不仅没有丝毫地后悔,反而还鼓励她的女儿抢我的老公,那我不能忍了。 我来到她家小区门口,敲响了那个破旧的防盗门。 下一秒,我妈带着谄媚笑容的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 芊姨来了,快进来坐。 她接过我的香奈儿徽章包包,领我到摇摇欲坠的沙发上坐下,随后露出为难的笑容。 妈妈这里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,你别嫌弃啊。 上次妈妈找你要钱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 你看这个家,实在是不能住人了。 我点点头附和,却不接话。 我微微抬头观察她和李若若打量我包的表情, 却发现这对母女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 我咳嗽一声,打断了她们的专注。 我妈立刻用眼神示意李若若。 李若若不情愿地对我说, 姐你别生我气了,那天是我说话不经过大脑,你消消气。 我却一反常态,对她露出微笑,没事。 若若,你还小吗?姐姐不和你计较。 我又对我妈苦口婆心地解释, 妈,不是我不给你钱买房,而是傅巡那里我也不好说。 毕竟不是小钱。 而且我最近发现傅巡手机不离手, 我总害怕她有别的情况。 我说完,特意看向李若若,果然她的眼神里闪过一阵得意。 我觉得差不多了,是时候再添一把火了,我起身去拿我的香奈儿包包,不过傅巡对我也算很不错了。 你看,这是她新给我买的包,你们看好看吧。 李若若拿过去仔细看了看,随后立刻露出嘲讽的表情。 姐,这个包包,我男朋友也送了我一个,可是我怎么觉得你的这个和我的不一样呢? 她从屋里把自己的包拿出来和我比较,你看吧。 姐,这个包的走线和五金都不一样。 你这个包可能是假的吧? 我心里冷笑,蠢货。 张琳买假货的渠道我都知道,你的才是假的好吗? 我立刻露出惊讶的样子,不可能,傅巡怎么可能送我假货呢? 李若若立刻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。 姐,看来傅总对你确实不怎么样啊,这么有钱还买假货给你。 我理解你说的话了,你是真的没有钱。 你也挺可怜的,傅总根本就不爱你吗? 我装出不服气的样子,从手机上找到鉴定真假的办法。 其实,我每天接触那么多包包,真假一目了然。 只不过是为了作戏而已。 我看到网上说,最好去专柜验货。 李若若巴布地打我的脸,立刻同意了。 我来到专柜,贵姐看到我立刻迎过来,为我端茶倒水,嘘寒问暖。 我被安排在贵宾市,品尝着精致的甜品。 李若若跟着沾光,也有机会享受这一切。 我看到他一脸憧憬地看着一切,然后用厌恶的眼神看着我。 仿佛我是个小偷,这些优待原本属于他一样。 他可真够不要脸的。 我们坐了一会,店长亲自过来接待我了。 傅太太,你来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呢? 我好提前迎接您。 我摆摆手,也是突然想着过来,一时没来得及告诉你。 对了。 我拿出我手里的包,然后指着李若若手里的包。 看着店长,我和我妹妹的包做工和走线都不一样。 麻烦你看看谁的是真的,谁的又是假的。 李若若听到以后又直起身子,一脸等待看好戏的样子。 还装得犹犹豫豫地说,哎呀,要不算了姐姐,我怕在这么多人面前害你丢脸。 我冷笑,不接话。 店长打量我们几下,直接把包从他怀里拿过去,然后放在手里观察。 过了一会,店长叹了一口气,把包还给我们。 又对着李若若微笑,很抱歉,这位小姐,经过我的鉴定,您的包包是假货呢。 李若若听到以后,非常的不服气,你搞错了吧,你这样的还能当店长。 这可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,我男朋友这么有钱,又很爱我,怎么可能送我假货。 你不要为了八戒,他就说假话,小心我投诉你。 店长不置可否,这就要问您男朋友了。 然后,他指了纸包上的吊挂的小金球,女士,请您自己看看两个包的差别。 而且,傅太太的包是傅先生亲自从我这里买的,经过我手的东西,我是不会认错的。 李若若听后,一脸失落,怎么可能,傅,我男朋友那么有钱,怎么可能会买假货给我呢? 不行,我要去找他。 他气呼呼地抓起包就要往外走,结果甩得幅度太大了,直接把链条甩开了,里面大大小小的东西散落了一地。 他尴尬极了,一边看着别人的打量,一边捡起来。 我见凤叉真的嘲讽他,看来是你男朋友买了假货给你啊。 不是我说,若若,我觉得男人对你好不好,就要看舍不舍地为你花钱了。 这么说来,他根本就不爱你啊。 他捡起来地上的东西,站起身子对我冷笑,别着急,我会让他买真货给我的。 就是姐姐,你能保证副总一直爱你吗? 我装作没听懂,质问他,你什么意思?难道你在诅咒我的婚姻吗? 他否认,但是阴阳怪气地说,我可没这个意思,就是姐姐,你最好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。 万一哪天没有了,不知道你还能剩下什么,千万别哭,都没地方哭。 他说完,扭头就走了。 我看着他狼狈的身影,差点没笑出声来,估计他回去就得找张琳要真包了吧,就看张琳舍不舍得为了他出血了。 假包的事情过去没两天,李若若就背了个到未来我面前炫耀。 姐,上次的事是我男朋友被别人骗了,你看看他新给我的买的包,好看吧,这次绝对是真的,我就说他很爱我。 我笑着点头,是啊,你男朋友挺好的,就是这个包便宜了点,才一万出头,我背这个出去会被其他太太笑话的,你看看我的新包。 我把刚买的爱马仕喜马拉雅鳄鱼皮递到他的面前,你应该不认识吧,这个还是钻扣的,将近两百万,是我老公买给我的生日礼物。 他脸上的笑容立刻收起来,变得难以言喻。 当天晚上,我收到了他和司机张琳的大尺度照片,看来是被我的包刺激到太憧憬傅太太的位置了。 我笑了,别说,这两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,可是长得都不错,还挺般配的。 我拿给傅巡看,傅巡瞥了一眼,直呼辣眼睛,然后亲了我一口,继续工作。 这时候,我手机振了振,傅总对我很温柔,谢谢姐姐把他调教得这么好,恶心,油腻。 我要笑死了,怎么会有人这么坏又这么蠢呢? 我把聊天记录转给了我闺蜜,她也笑了一顿,直夸我脑子灵活。 她还说,李若若现在在公司里可飘了,暗戳戳以总裁夫人的身份自居。 现在公司里的人都很嫌弃她。 闺蜜还问我,什么时候开了李若若? 我回复,不急。 我并没有回复李若若,她还以为我为了不离婚,忍气吞声呢。 那天,我和闺蜜逛街,离着不远,正好看到了老公那辆高调的911。 张琳坐在驾驶位,李若若坐在了副驾驶,然后靠到张琳脸旁,朝她所吻。 那场景属实有点油腻,简直辣眼睛。 两个人又在车里温存了一会,李若若才不舍得下车。 911开走了,我立刻上前质问她,李若若,你要不要脸,勾引别人老公,有意思吗? 我说完觉得不解气,一巴掌抽过去。 我是真的很想打她的。 她被打蒙了,捂着脸不可置信地质问我,你居然敢打我。 我想起来电视剧里的台词,打你就打你,还要选日子吗? 你不要脸勾引别人老公,还怕挨打。 她想冲过来还手,被闺蜜一脚踢开了。 闺蜜身高175,还练散打,好多男人都打不过她,更别提弱不禁风的李若若。 闺蜜质问她,感情你和我要副总的微信,是想勾引她呀,你可真不要脸。 我赞赏地看向闺蜜,不错呀,也学会演戏了。 李若若贪坐在地上,捂着肚子,却不改口气,行,你的打我瘦了,反正你老公会把我哄回来的。 你管不好自己老公,就来打我,你也太没本事了。 你尽情地打,反正到时候看到我和你老公恩恩爱爱,你别哭就行。 我装作心痛的模样,搂着闺蜜就开始哭。 她是我亲妹妹呀,怎么能够勾引我老公呢? 我哪里对不起他们了? 李若若冷笑,什么亲妹妹,你就仗着嫁了个有钱的老公,各种瞧不起我们。 我们跟你要三百万买房,你都舍不得给,那就别怪我抢你老公。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,周围人听得一清二楚,全部在对地上的李若若指指点点。 她还是多少要点脸的,爬起来跑走了。 临走前还不忘记挑衅我,亲爱的姐姐,你老公说我比你漂亮多了,他还说你老了,根本比不上我。 她说完,扭头就高傲地踩着高跟鞋走了。 留下我和闺蜜在原地面面相觑,闺蜜开口,她是不是想钱想风了,就没发现张琳有问题。 我答,她已经被金钱和对我的极度蒙蔽了双眼,现在根本就想不到这些。 后来这几天,我在朋友圈一直发一些秀恩爱的东西,但就是不露老公的脸。 有时候露出一块衣角,有时候露出半只手,总之就是为了刺激李若若。 这天下午,我还见到了张琳,她是来家里拿东西的。 一见到她,我吓了一跳。 张琳的黑眼圈怎么会这么重啊? 我看她穿着老公淘汰下来的衣服,突然浮至心灵。 掏出手机,就给她拍下一张照片。 配文,岁月静好,只要一家人在一起,就是最幸福的。 然后打开微信,选了几张奢侈品的照片, 以及老公新给我买的别墅房产证和张琳的照片一起发到朋友圈。 当然,我没忘记,仅李若若可见。 我开始想象李若若见到这条朋友圈的表情, 估计又会迫不及待地做药。 可是出乎我所料的是,李若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很安静。 我有些诧异,这位是憋着什么坏心眼了。 不过,她也实在不值得我过多关注,因为我平时也挺忙的。 可是我没等来李若若继续作妖,反而等来了我妈的电话。 芊姨啊,妈妈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,你来我家里一趟。 我估计就没好事,立刻叫上老公陪我一起去。 我让他在楼下等着,有什么事好让他过去帮我。 路上,老公有些宠溺地看着我,你这个小坏蛋,玩得还挺嗨。 我反问他,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的小坏蛋吗? 当然喜欢了,我老婆最可爱了,怎么样都可爱。 转眼到了我妈家楼下,我一个人进去,老公在门外等我。 我一进门,就看到我妈满脸泪水地拉着李若若。 屋里此时还有一个长相极其猥琐的男人。 这人长得是真的太丑太丑了,我看到他的第一眼还差点以为自己怀孕了。 恶心地我干呕了好几下,差点没吐出来。 这男的长了一双眯眯眼,下嘴唇巨厚无比,露出来歪歪扭扭的几颗大黄牙。 整个人称直了,顶多也就一米五,其矮无比。 最主要的是,他看向我的目光很贪婪。 我闪躲开他的目光,看向我妈,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啊。 我妈过来先拉着我的手掉泪,被我一把甩开了,有话你就快说吧。 我赶时间,他看了一眼李若若,犹豫着朝我开口,千亿啊,若若他怀孕了。 我立刻瞪大了眼睛看李若若的肚子,果然鼓了起来。 妈呀,我实在没想到,他居然玩得这么大,孩子都玩出来了。 所以呢,和我有什么关系,怀的又不是我的孩子。 李若若忍不住了,这是你老公的孩子。 你说什么? 我装作惊讶,其实心里想笑,他还真的豁得出去。 我妈还没来得及再说一遍,李若若就跳出来了,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。 所以呢,我冰冷开口。 我妈怕我揍李若若一顿,把他从我面前拉开,千亿,你别着急,你听妈妈和你说。 若若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月了,我托关系,做了必超,双胞胎,还是两个男孩。 副总也没有孩子,肯定舍不得不要,你说是这个礼吧。 我老公是没有孩子,可是张琳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呀,她会舍不得吗? 我表示疑问,那你什么意思?难道要留着这两个孩子吗? 我妈理所当然地说,肯定留着呀,难道还想让你妹妹打胎吗? 你太过分了吧,这可是两条人命。 我实在没忍住,这番话给我气笑了。 那她的孩子生下来谁呀? 我又怎么办?当后妈吗? 你不用当后妈,你只要离婚就好了。 若若和副总可是真爱,他们又有孩子了, 你成全他们吧。 我实在对他们的无耻表示佩服,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? 那我怎么办呢? 妈,我也是你的孩子,你为什么从来就不为我想一想? 这句话我很早就想问她了,迟到了这么多年,我才终于问出口。 我终于问她,我出生时有先心病,可你不仅跑了,还把我的救命钱拐走了,你有良心吗? 你配当我妈吗? 此刻我不仅仅只是在演戏,毕竟她生过我。 谁没渴望过母爱呢? 所以,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。 只见我妈啪哒啪哒掉了两行热泪,然后哭哭啼啼地说,都是妈妈不好,妈妈心里当然有你了。 那你让我离婚? 不是,妈给你把以后的归宿找好了。 她招招手,示意那个丑男人过来。 千亿啊,这是小陈,和你李叔叔是一个村的。 这孩子老实本分,干农活是一把好手,你离婚后嫁给他,绝对享福。 副总那样的太优秀了,你把握不住的。 我看着我妈一脸为我好的样子,又看看猥琐的丑男人,觉得我真的太低估我妈的无耻了。 一个妈妈,怎么能对自己的孩子这么不要脸呢? 那个男人听说了我妈的话,立刻蠢蠢欲动,想要凑过来牵我的手,被我灵活地躲开了。 你什么意思?难道说,你要让我和傅氏的总裁离婚,然后嫁给这么个人吗? 我质问我妈。 我妈理所当然地说,对啊,小陈多好啊。 那个小陈接话,对啊,俺可疼媳妇了。 也难为我妈挖出来这么一个人,她可真是羞辱人的一把好手。 那你怎么不让李若若嫁给她? 我问。 她理所当然地说,因为若若怀了副总的孩子啊。 我第一次觉得,我和她好像不在一个星球,根本说不通。 我冷笑两声,你知道吗? 我可是清华毕业的,现在是公司高管,身价过亿。 你居然让我嫁给这么一个男人,你觉得合适吗? 她听完有些恼羞成怒了,怎么我当妈的还能害你不成? 我说合适就合适,反正你是不可能和副总继续在一起了,赶紧回去给我离婚,弱弱的孩子不能等了。 否则你别怪我不客气。 那你是个什么不客气法呢? 我早就给老公说好了,让他带人在门口听着动静,如果不对劲,立刻破门而入。 所以我并不慌张,我妈看了看我,又是一那个丑陋的小陈,小陈,人给你带过来了。 你自己弄进屋里吧,记得拍几张照片,我好发给副总。 我警惕起来,你是想要他侮辱我,然后拍照片给我老公看。 李若若冷笑着说,你还不算太蠢,谁让你过来呢?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 到时候,你的床照报出来,寻哥哥绝对不可能要你了,你就跟着小陈回农村过一辈子吧。 小陈色迷迷地看着我,伸手就想来拉我。 我趁他没防备,一脚踢开了他,紧接着,破门声传来。 本来就破旧的门,一下子就被撞开了。 老公帅气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。 他看着小陈离我那么近,一脚把他踹了老远,你想死吗?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女人。 小陈被踹在地上,动弹不得,嘴里一直骂骂咧咧。 我老公的保镖健壮,直接给了他两巴掌,用了快破抹布把他的嘴堵上了。 我妈和李若若吓坏了,两个人抱在一起,你们谁呀? 为什么闯进我家?信不信我马上报警? 老公不屑一顾地说,你尽管报警,警察来了,我就告你们,教唆他人犯罪,看警察抓谁。 李若若开始被老公的气势震住了,反应过来,以后开始叫嚣,怎么?你有证据吗? 我掏出手里的录音笔,这就是证据,你不会以为我和你一样蠢吧? 我妈见情况不对,立刻和我求饶,牵翼,妈妈就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,你别当真啊。 闭嘴。 我妈立刻敢怒不敢言,只好闭嘴了。 李若若想趁我不注意过来抢录音笔,我盯着她的肚子说,你不怕你肚子里的孩子出个意外吗? 到时候你还怎么嫁进傅家? 李若若立刻停下动作,只是恶狠狠地看着我,你休想对我的孩子怎么样? 这是寻哥哥的孩子,你如果敢对他怎么样,寻哥哥会杀了你的。 毕竟你只是一个不下蛋的母鸡。 我老公听了她的风言风语,眼角直抽抽。 幸亏我看了她几眼,她才忍住没有抽李若若,不然这戏还怎么演下去啊? 紧接着,她又话锋一转,指着我老公说,而且你还和这个保镖不清不楚的,你放心,到时候我肯定告诉寻哥哥,让他和你离婚。 你知不知道你老公每天晚上都搂着我说他最爱我,作为女人,你可真失败。 感情她把我老公当成保镖了,不得不说她的两只眼睛是出气用的,这也太没眼光了吧。 老公也气笑了,一脸的无可奈何。 我也一点都不生气,只是看着她的肚子威胁她,那你最好保佑你的孩子能够生下来,否则以你的出身,进不了父家的大门。 我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提醒她,千万要把孩子生下来。 老公听到我发坏,故意捏了捏我的手指,调笑地看着我,还偷偷在我耳边说了一句,你这个小坏蛋。 李若若显然是听进去了,在那之后很久,我都没有见到李若若,倒是见到了张琳几次,每次看到她都是愁眉苦脸的。 我心里冷笑,估计李若若用孩子逼她了吧,简直活该。 再见到李若若是她和我们一起上了热搜,富士总裁出轨的热搜直接冲上了第一名。 我点进去,就看到了李若若发的小作文。 大义是富士总裁抛弃自己的孩子,天理难容之类的。 还发了两个孩子的照片,我看了一眼,长得和张琳一个母子刻出来的一样,太像了。 与此同时,我也上了热搜。 热搜词条是富士总裁夫人抛弃亲生母亲。 一时间,我和老公被骂得狗血淋头,说我两人都不是好东西,要让我们所死互相伤害。 我笑了,告诉手下立刻安排召开新闻发布会,澄清事实。 发布会上,我将我那个天下第一厉害的妈做过的事情如数告诉记者。 比如,她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和李若若的爸爸跑了,还卷走了我的救命钱。 还有她指使李若若抢我老公的事情,全部说得一清二楚。 在座的都听得眼圈通红,表示对我的理解。 正当我和记者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,我妈冲了进来,你胡说,我没有,你个丧门星,都是你拖累了我。 你现在还想诬陷我,活该你老公被若若抢走。 她被保安拦住,嘴里一直骂骂咧咧,你爸她就是个窝囊废,我不走,难道要和她受一辈子穷吗? 我追求自己的幸福,我有什么错? 那你为什么临走前,要把傅太太的救命钱卷走呢? 记者替我发问,省了我好多口水。 我,我妈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,干脆恼羞成怒,和你们有什么关系,滚开,别围着我,我要去教训这个。 她还没冲过来,李若若就抱着一个孩子,后面跟着一个抱孩子的保姆出场了。 她哭哭啼啼地想要往我老公身边跑,结果才看清我老公的样子,她就傻眼了。 你是谁?你为什么站在这里?傅寻在哪? 老公不屑一顾,我就是傅寻,请问我认识你吗? 李若若愣在那里,不可能,你不是傅寻,你骗我,傅寻到哪里去了? 我就是傅氏总裁,这么多的记者在场,我还能骗人不成。 李若若有些失智,木讷地问,那我孩子的爸爸是谁? 老公不耐烦了,我管你孩子的爸爸是谁,无关人员赶紧出去,否则别怪我叫保安了。 李若若直摇头否认,不可能的,你一定是傅寻找来的替身。 对的,我见过你,你是他的保镖。 他去哪了?你快点让他来见我,我给他生了两个男孩,他肯定会喜欢的。 老公冷笑,你该不会说的是我的司机吧? 司机? 李若若后退两步。 老公吩咐一声,张琳被他的手下带过来,这就是我的司机,你该不会是把他认成我了吧? 李若若傻眼了,呆呆地问张琳,你告诉我实话,你到底是谁?张琳的头快埋到了地里,我是副总的司机,对不起我骗了你。 可是后来,我告诉你了,我不是副总,你还是不相信,非要生下孩子,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 李若若听了,尖叫一声,你们都是大骗子。 他差点把孩子扔了出去。 幸亏一旁的保镖,眼疾手快,接住了孩子。 我妈也傻眼了,千亿,你开玩笑的对不对? 其实他是副总,对吧? 他还抱有侥幸心理,我毫不留情地戳穿他的幻想。 亲爱的妈妈,麻烦你搞清楚现实,您的乖乖外孙就是我老公司机的孩子。 哦,对了,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老公司机的家庭情况吧。 中专毕业,农村户口,离婚两次婚,每次都生了一个男孩,算上现在的老婆生的,有三个孩子了。 若若不是喜欢逼别人离婚吗? 那正好,他可以逼张琳离婚,然后自己嫁给她。 他母爱泛滥,舍不得打胎,正好给五个孩子当妈。 一胎无保,真的人生赢嫁。 你故意的对不对? 你早就知道了,还存心让若若把孩子生下来,你为什么这么害她? 她可是你亲妹妹啊。 她义正词严地质问我。 我懒得和她解释,你这个人的不要脸程度,我是叹为观止。 所以呢,我不打算和你废话。 你最好去看看你的宝贝女儿,小心她想不开跳楼。 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惊慌失措地往外跑。 第二天新闻热搜,是单亲妈妈跳楼未遂。 我再见到我妈是两个月以后,在我爸的老宅。 那天,我爸邀请了好多人开宴会,我妈就是趁着人多闯进来的。 她本意是来找我,让我劝劝张琳离婚取李若若。 可是她没想到,她会遇见我爸。 我爸身边跟着李阿姨,两个人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。 李阿姨身上带着上千万的珠宝,和我妈身上的地摊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我爸看到她,愣了一下,你来这里干什么? 我妈一脸不可置信,你是徐雨峰,你居然这么有钱了? 我爸坐在沙发上冷漠地回应,和你还有关系吗? 我妈立刻腿迷下去,又重新开始了精彩的哭泣,当年我实在没办法。 我爸对她的手段早就不耐烦了,你打住,这么多年了,你是什么货色? 我比谁都清楚,不用在这里装可怜了。 我爸想起往事,还是有些不能释怀。 我记得他说过,我生命垂危的样子,他永远也忘不了。 所以他永远也不可能原谅我妈。 他吩咐保安,把我妈赶走了,宴会也不欢而散。 第二天,我妈找到我,跪地祈求,签议,妈妈当年真的错了。 我和那个姓李的也没有想过一天福,他就是个烂毒鬼。 你和你爸求求情,让他跟我复婚好不好,咱们三个才是一家人。 我推开他,一家人。 我和你是一家人,我先心病,你跑了。 我和李阿姨不是一家人,她为了我的病,把自己的嫁妆都拿出来了。 你告诉我,谁和谁才是一家人? 她还不死心,可是我才是你妈妈呀。 很快就不是了,我已经准备发声明和你解除母女关系了。 你再也不是我妈了,你不配当我妈。 她疯了一样,朝我冲过来,咆哮着,你这个不笑的东西。 我杀了你算了,你还敢和我解除母女关系。 你想都别想,只要我活一天,我一直是你妈。 我扭头走了,保安在我身后看着她,不让她靠近我。 上了车,老公握住我的手,晚上回一趟老宅吧,我爸妈想我们了。 我点点头,正好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他们一下。 什么好消息? 我摸摸肚子,看着她微笑,你要当爸爸了。 老公高兴坏了,对着我的脸猛亲。 我最后一次看到李若若,是在热搜里。 她出现在扫黄节目里,视频里的她被警察抓到的时候,慌张地双手抱头。 模样看起来很狼狈。 最后张琳没有娶她,因为她偷老公的东西进了监狱。 我翻了翻视频下面的评论,结果发现比视频还要精彩。 你们知道吗?这女的工作的时候,发现接待的客人居然是她亲爸。 妈呀,真的假的,太劲爆了。 当然是真的了,我还能乱说吗? 真的假的,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 李若若只是一只并不起眼的小蚂蚁。 现在我报复了她,我就再也提不起任何的情绪了。 我摸摸自己的肚子,小家伙踢了我一脚,抬头看向身边的公婆和我亲爱的老公对我嘘寒问暖。 我觉得最幸福的生活莫过于此。 那我找到你是孩子之间的。 咱们在着火的时候。 放来的。 我们可以用. 平衡。